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支持 1997年7月1日 中国正式恢复了对香港的主权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 时至今日已过距禁25年了 其实 香港的回归之路并不顺畅 在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等人就开始筹划收回香港 并做出了很多努力 日本投降后 蒋介石想借此机会收复香港 但被英国政府直接拦下 他们发布公告称 香港不属于受降范围 而且英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 同时接受香港事关英国政府的荣誉 英国政府的行为表明 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在华的巨额利益 对于英国政府的无赖态度 蒋介石无可奈何 只能向美国求助 美国政府表示 不反对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不反对 那就是支持 美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 而且边耍无赖 还边玩起了文字游戏 在美国人的强压下 蒋介石只好从命 结果大家也能猜出来 英国军官接受了日寇的投降 仪式现场并没有一位中国代表 香港还是继续握在英国人的手中 米兹国旗继续飘扬在香港上空 习血民族耻辱的重担 也担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 解放军不少高级将领建议一股做起拿下香港 这在当时解放军横扫战场的态势下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然而这仅仅是站在军事角度上看香港 方法看似可行 但细想之下并不合适 在解放战争胜利后 由于近百年的战乱 祖国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 和香港不同 这里远离战火硝烟 无数资本在此生根发芽 这里俨然成为了亚洲商贸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之一 英国政府培养这座城市并非出自正义 主要是因为香港经济越肥沃 他们越能从里面捞取丰厚的好处 所以如果一举收复香港 可能会让香港失去经营百年的经济基础 这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对于香港问题 毛泽东的态度具有划时代的预见性 他曾在1949年对苏联代表米高阳说道 大陆上的事情好办 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 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了 需要采用灵活的方式去解决 最好采用和平的方式 毛泽东最终决定要先缓缓 维持香港的现状不变 等时机到了 再做一举收复香港的打算 此后领导人在积极投身 祖国建设的同时 为维护好与香港的关系 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 香港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供水危机 导致他们不得不强制使用阶段性供水 每四天供水一次 每次供水一小时 在电影《功夫》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当时英国政府采用了氮化海水技术 但仅仅可以维护部分贵族的日常需求 绝大多数香港居民是享受不到的 香港的供水问题 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他决定全力为香港修取供水 香港居民中95%以上是我们的同胞 供水工程应该交由祖国举办 列入国家计划 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 供水工程应运而生 解决了香港的燃眉之急 也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关系 不过解放香港也是老一辈人们心中的夙愿 1974年5月 毛泽东在会见刚离任的英国首相西斯时说道 香港问题就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这里的年轻人指的就是邓小平 1979年 邓小平在接见港督麦里浩时就明确表态 中国政府对香港十分看重 中国肯定会在必要的时候收回香港 邓小平的这一表态 是向全世界又一次重申了中国的态度 香港一些知名人士同样也很希望能够早日回归祖国 在接见王宽城等香港代表时 邓小平首次提到了香港回归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是恢复主权不能再晚 一定要在1997年前完成 第二条在恢复主权的前提下 香港还要保持繁荣和稳定 这些原则打消了社会各界的疑问 也标志着中英正式谈判走向了成熟 1982年4月 在接见英国前首相西斯时 邓小平明确表示了 香港被割让出去是因为不平等的条约 现在要谈论废除条约的问题 而且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之前 收回香港的主权 同年7月 时任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 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 因英国刚刚打赢了马岛战争 萨切尔夫人的政治野心空前膨胀 他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下香港 1982年9月下旬 中国正式启动了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 在此过程中 邓小平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 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 萨切尔夫人绝对是英国历史上 值得浓墨仲裁的一个人物 她虽出身平民 但却从无数政治家中脱颖而出 以雷利风行 手段强硬 钢铁一直著称 连续多年担任英国首相 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苏联人也给萨切尔夫人铁娘子的称号 然而 再坚硬的钢铁在邓小平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在邓小平奏长征 跃草地 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 指挥流灯大军 逐入中原之时 萨切尔夫人还是一个 乖坐在课堂里的一名学生 1982年9月下旬 萨切尔夫人出访中国 妄图继续把香港留在 大英帝国的板块里 可她没有想到的是 铁娘子这次遇到了克星 谈判一开始 萨切尔夫人先生夺人 表示英国政府 已经和中国签订了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 和展拓香港戒指专条 这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要求中国必须遵守 英国政府的态度实在可笑 看来他们还仍然 活在百年前的时代 他们应该睁眼看看 东方的雄狮已经苏醒了 对于萨切尔夫人 蛮横的态度 邓小平直接顶了回去 她说 我告诉你 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我们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 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 殖民时期的强占那是非法的 我们不承认 这很明确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根据现场人员的回忆 萨切尔夫人听完这句话后 脸色十分难看 但她打起了感情牌 称如果中国宣布在1997年收回香港 那可能会破坏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极有可能失去它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对此邓小平坦然地说道 小的波动不可避免 但如果你们采用配合的态度 那将不会产生大的波动 其实在做出收回香港这个决定时 我们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如果真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那我们直接面对就行了 这时邓小平又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不排除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 那怎么办 中国将重新考虑接受香港的事件和方式 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 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同时邓小平还霸气地说道 我们中国也是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收回香港的 但是我也能告诉各家 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可以直接暴力收回香港 听完这句话 萨切尔夫人脸色铁青 她明白邓小平话中的用意 重新考虑接受的时间 那肯定是在1997年以前 重新接受的方式 那肯定是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去解放 在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交锋中 萨切尔夫人彻底败下阵来 当会谈结束后 萨切尔夫人神色凝重地从门口走出 当她下台阶时 高跟鞋直接扮上了石阶 顿时身体失衡 栽倒在台阶下 幸好她将之平地 这次摔得不重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慢慢地站起来 萨切尔夫人怎么都想不到 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会如此坚定 毫无商量的余地 回去后 她对英国驻华大使克里达说 和邓小平谈判 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维护中国主权 保护领土完整这件事上 中国领导人历来始终如意 高度强硬 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 从此以后 中英两国进入了香港问题的谈判期 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 英国政府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其中最有名的当初 1983年9月打的经济牌 英国改变了争取利益的方向 决定从香港的治理权入手 想要变相地将香港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英国的干预下 9月24日香港股市大跌 港员疯狂贬值 香港百姓疯狂抢购商品和物资 经济呈现出一副即将崩溃的模样 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六 此时在香港就职的一名英国官员说 如果中国政府不予妥协 那香港的经济危机还将继续 事实很清楚 在英国人的眼中 香港就是一枚要挟中国的棋子 他们丝毫不关心香港市民经济的死活 因为他们只是自己大肆敛财 赚取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 而邓弓对英国的此等做法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警告英国人不要再 在香港问题上搞手段了 威胁之意浓厚 并且中国采用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再次挫败了英国政府的阴谋 之后 英国也在这件事上 也选择了妥协 经过两年共激22轮的谈判 1984年12月18日 中英两国达成了最终的协议 中英联合声明 1997年7月1日 香港将回归祖国的怀抱 萨切尔夫人曾在自己的回忆录 《唐宁街岁月》中写道 这次谈判 英国政府不可能胜利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绝对不妥协 而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国 自鸦片战争后 香港便开始了百年的颠沛流离之路 在这期间 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统一而奋斗 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 中国终于收回了香港 吸血了百年国耻 也开创了香港发展的新纪元